小姐们 昨天老板让我过去看看 这活能不能做了 做不了他就打算找微弯了 就特赛这技术 好 哥们不用看了 百分之百能做了啊 我现在呀 刚想起那关键词 不行的话找小微弯 拖着车去 万一干不了 那不着笑吗啊 行了 别吓自己了 咱们赶紧去看看 到底能不能干了 哥们的车都搞了嘛 车车都拿出 还把哥们看了他 完了 兄弟们 这活我看了 确实不好干 上面是钢结构 抬不起来壁 而且又挖那么深 中间还有堵墙 早来看看好了 按理说呀 这活就不用该接了 好不容易来个活 这堆呀 该收的还得收 为了将来自己能说一句 有钱真好啊 对 而不是绿门的说一句 要是有钱就好了 那得多可悲呀 是吧 为了心中的理想 特腾的胆是越来越大了 再没有原地掉头的桥键 敢把拖拉机开进来了 这已经到了特森的极限了 绝对不能再往前开了 虽然倒不太好 但是咱们能用挖机辅助一下啊 现在特森对这个空车倒车的理解与套作 可以说是提升了断层式的level 具体的套作细节呢 我还说不太清 反正就是千变万画 随机应变 知道吧 看到了吧 给你们演示一下 以前就是这样倒的 晚了 这种状态呢 大约还得持续一个来小时吧 好 哥们 意犹未尽 找着感觉了啊 我这早晨刚吃了两个大包子 这又害我了 我的妈 这早晨一枪一炮没放 这掀掉了80%的血 来 看一下兄弟们 这活到底有多难干 长大约有20米 宽有个6米左右 关键这块有个柱子 而且这个门口还很小 两边都没法转 而且上面还有钢结构 我看唯一的好办法就是从这里挖一走 然后退出来再装车 就是效率太慢了 估计得挖一个星期 我试了一下 只能抬这么高 待会儿单桥来了 还不一定能装上 这块湿条沟 骑着转响 上面盖着钢板 待会儿站在这里下挖三米 我担心撑不住 行了兄弟们 先把这里破了装走 看看能不能释放一部分空间 注意看 车只能放在这里 稍不注意就容易碰到油缸 买口的卷列门几乎也是碰着的状态 像之前那样退着装 旁边的墙碍事实在是装不上了 咋算实话 真不如把这个墙拆了 到时候挖完了再切起来 哎呦我操 这个猴子呢 颠死我了 而且这前面都要挖起来 还是比较顺利的 哎呀 我就担心再相互退 待会儿勾不到车了 咋走 刚才咱们挖出来根切管 等着切完了也该下班了 今天就先这样吧 明天再来收这个队 看看怎么能把这点土装出去 visika 变化 idols有的 詞试语的时候 变化 Буд真相互